現政府在7月發函給行政院、經濟部、太陽農光電 把農牧用地作為太陽光電的使用 他們要求我們的行政院未來要訂定統一的審查標準 而且要就全國的農牧用地做總量的管制 所以你把農牧用地作為重電的土地 這對我們農業經濟的發展是非常大 對我們農業的傷害可以說是不可言喻 我們這一次的總預算去年的9億 今年編列的14.9億大幅的增加這些媒體的宣傳費用 是不是在濫用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國民黨絕對會是嚴加的審查 在過去的預算裡面都是在對於特定的媒體 他們去綁標去投入特定的媒體 不可言 不可言